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叫蔡星成 来自中国江苏省苏州市 在墨尔本居住已经三年多了 现在在Arm IT 读 Master of Finance 我第一次接触永春全是在我16岁的时候 很多传统武术讲究练套路而言 永春全讲究的是直接快速有效的击倒对手 相比现代季节而言 有文化上的一定的优势 但是相比传统武术而言呢 又有一种体质上面的姿势 除了永春我练和气道也有三年 和气道被称作运动中的禅 它是一种后发先制 很讲究仁义的武术 和气道没有进攻的招式 它是一种护身术 当自己遇到危险的时候 才会使用的 和气道特点呢是走圈 就是通过用步伐 来破坏对方的平衡 秦拿只是其次 一开始我学习和气道 是因为我觉得和气道很不科学 做一个小关节 你就可以把人抛出去 其实和气道一开始 它画的是大圈 到了高手的时候呢 画的是小圈 就是说你的圈越小 你的对手越贴近你 当你让你的对手近的越多 越对你耀武扬威的时候 就是你最好击倒他的时候 就是当他打我一拳的时候 也正好是他防守的空档 是我最好的攻击时机 我们永春有句话叫 你的对手会告诉你怎么打 其实永春拳也好 和气道也好 八级拳 心意六合拳也罢 最终都要做到刚柔并级 只不过 我们的出发点不一样 比如说八级拳 或者心意六合拳 它们是从刚入手 永春呢 一开始是从柔入手 像《一代宗师》里面叶文说的 千拳归一路 武术是大同 一个拳法如果只有刚 那你就是浪费力气了 如果你只是柔呢 你又没有办法 有效地击倒你的对手 所以有刚没有柔不行 有柔没有刚也不行 从一开始 我学拳是为了打赢我的对手 当时我认为永春拳只有一拳 就是基本的日子冲拳 中阶段的时候 发现永春有很多手法 手法非常的多变绵密 而且要富有功力 但到了现在呢 我又回归到了原点 永春拳还是只有一拳 它所有的手法功力 以及步法 都是为了更好地打好那一拳 刚柔病计 在现实生活中 并不是那么容易做到 刚是做事的决心 柔则是处事的技巧 有人来咨询我 我就很好笑 哎 师傅 这个 我没有基础 零基础可不可以学 随着这样的人越来越多 我就跟他说 我从娘他里出来就会功夫的吗 当你问到 我零基础能不能学 其实你根本就没有做好想学的打算 你没有想要完全地跨出这一步 你还在想万一做不成怎么办 最根本的不是这个东西有多难 是你有多大勇气跨出去 当你跨出去的时候 你已经做成了百分之七八十 我不在乎 有多少人认识我 我以后有赚多少钱 我也不在乎 这个武功到底会不会花样功能 如果你想练功 我自然会教你 到最后你练到的是你自己 不是我的 你一辈子 只要有一次 用你学的武术 保护到你自己 或者保护到你的家人 那就很不够了 哪怕一次就好 你不是啦 那今天就好 我还会运用你 能不能够了 如果摔到你自己的朋友 我还好 到 Seven